回到區域的現場 帶你們來看到在高雄桃園區的寶山裡 最近有農民發現說自家茶園裡頭放置的蜂箱 連續兩天都被湊開 而且裡頭蜂蜜也被吃光光 原本以為是有人偷竊就掉月監視器 一看才知道原來小偷不是人 他們的狗發現有動物靠近不停吠覺 沒有想到不速之客是比自己體型大好幾倍的 台灣黑熊嚇得連忙落跑 黑熊走到汽車旁邊不斷東張西望 似乎在找食物 緊接著爬上小陡坡敲開蜂箱 高雄桃園區寶山裡有農民發現 自家衍生長園裡放置的蜂箱 九號跟十號接連被敲開 原本以為是有人偷竊 掉監視器一看才知道偷兒竟是台灣黑熊 還好牠不吃茶 不然我們的茶葉可能被吃光了吧 農民開車巡視整個園區 發現黑熊根本是尋覓高手 所有風箱都有被偷吃的痕跡 牠來了我們只能跑只能躲 可是你在山區裡面的話 牠會攻擊人類 我們跑也跑不跑不贏牠 所以是會造成一個部落 很大的一個危機 為感謝紅杏農友與黑熊縣中時即時通報 也發給通報獎金新台幣三千元 有關茶農的蜂蜜損失 屏東分數也將會急於補償 根據統計去年高雄區 通報黑熊出沒次數一共三次 今年截至七月已經出現第四次 林業保育署表示 屬於保育類的黑熊 只是單純下山尋找食物 民眾看到不要驚慌或者是攻擊 遇到時直接避開才能避免危險 記得是維廷劉啟文高雄報道